自进入11月份以来,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,中俄解江黑龙江呼马段开始出现大面积流冰,标志着黑龙江呼马段进入冰封季节。 据记者了解,中俄解江黑龙江是中国仅次于长江黄河的第三条大河,是世界第八大河,也是中国每年冰封最早的江河之一。 黑龙江呼马段自11月初正式进入流冰期,随着气温的进一步降低,冰层将越积越后,直至全面冰封,标志着黑龙江呼马段将进入历时6个月的风冻期。 呼马县居民,照此记者,每逢流冰季的到来,各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都会前往呼马县与封江美景同框,顺江而下的冰牌让等待多时的南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饱览冰封盛景,近距离感受刺激变迁之美。 这里空气非常好,一点污染都没有,在蓝天白云下看着中俄借江壮观的跑冰牌,哗啦哗啦的声音非常好听,心里受到了很大的震撼。 今天一大早我们到江边来拍日出,正感人跑冰牌,也太幸运了,我们赶紧抓拍美景。 冰牌终于跑起来了,等了多少天,盼了多少天了,今天终于可以开拍了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